Example 7.19 我们看到这里有幅图 在文字上 我们除了要去 理解文字上的数据 在图上我显示到之外 还要看一看一些keywords 因为这些keywords是可以画表给我们知道 究竟有没有90度的存在 因为比较容易同学犯的错就是 可能误会了 以为它不是90度 因为画出来不像 或者它不是90度 但你以为它是 所以这些位置 全部都是我们要特别 highlight 另外我们在这条题目里面 就会讲一讲技巧 如何去处理这条题目 因为3D题目 其实如果你想做得好 就要懂得拆拆做2D题目 我这个程序都会逐步去讲解 先看看这幅图 它有个ABCD 当然 同学的空间感不同 可能看到就是这些数据 有20,15,10,18 先看看文字 In a campus Two straight lines of flats are joined from the top D of a building to point A and B on a horizontal ground as so in the figure 这里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D就联系了A和B 那么多 C is a point Vertically below 这里是第一个keyword出现 Vertically below Vertically below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里就真的要立刻写下 Vertically C is vertically below D 就是说C是D的 垂直 就是这个位置垂直下来的 它会令到 它和所有的角度 即是说D C 什么都好 只要它是DCA也好 DCB也好 总之在D C 接着是Horizontal point Horizontal ground 上面的尺寸点 全部都会成直角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它说D C is a point Vertically below D and line上 就是Horizontal ground Such that CD是20 没问题 跟着A and B 15m 10m from C 都没问题 这两个都OK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A and B is 18m 18m都有 Find the angle between the lines of the flat AD and BD 这个 在找一个angle between the lines AD and BD 好了 这个AD和BD 我又highlight它了 AD和BD在这里 AD在图上是这样的 这个 BD就这样 你可以很容易想像到 它要那只角就是这只角 是不是 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了 接着我们开始 开始规划这个题目 是规划的 不是真的计数 既然我知道 它最后 是要找 找这两条线 之间的夹角 当然 很正常地 我们希望 一定是找三个形 这个A.BOY A.BOY 这个A.BOY 这个三个形A.BOY 我们先刷出来 因为我们最后要找的 其实就是这个三个形 这个DOT 这个A 这个BOY 好了在这个三个形之下 我们有什么资料 是知道的 这个是18 OK 18m 好了 关于A.BOY和DOTBOY 我们知不知道呢 有一个位置大家要好好留心 这里看下去 A.BOY 好像一个 等腰三个形 但是它不是等腰的 你譬如说这个三个形 你不能当它等腰的 因为很多时候3D Soulshare的幅图 都不是很 适合比例 A.BOY 一个这样的三个形 你 最好就当它不是 直角三个形 它不是直角三个形 你就想 Sign Law 如果要找这条边 要么我就知多一直角 或者我要找另外两条边 那怎么都好 我们怎么都要知多一条边 起码 好了我们想一想 A.BOY 我先想A. A.BOY 就在这里 如果我是用 绿色 如果绿色 去看一看它那个范围 如果A.BOY 它黏着另一个三绒 没得选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A.C 好了A.C 我们画出来 这里很关键 A DOT AC 要小心点 它是直角三绒 这个C 这个DOT 这个A 好了 这个是直角三绒 为什么是直角呢 刚才解释过 因为这句 Verdical below 这个是直角 好了 有什么资料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15 我知道DOTC是20 自然我会计较它 A.BOY A.BOY 似乎同样道理 我们都做得到的 那么我们画回 另一个三绒 就是DOT C BOY 这个是继续20 这个是10 这个是直角 都会计较的 那么我们就计较这个 对不对 好了我们规划了整个题目 所以我们去运算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计算了 我们最终目标是它的 到底这个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由于它这里牵涉到 1 2 3 三个三明 我们计算 就要分开三个三文明处理 好了 第一时间就是说 In Triangle 我们发现应该计算了这个 计算了这个ACDOT 计算了这条边 接着再计算BCDOT 计算了这条边 然后最后去到A.BOYDOT 继续三条边 在这个ACDOT里面 由于它是直角三明 直角三明考虑的就是 不时定理 或是SYCOS TANGENT 我们现在求边 A.BOYDOT 就是开方 等于开方 20的二次加15的二次 等于 625开方 即是它是25m 这个处理了 另一个三明 In Triangle BCD 又来了 BOYDOT 就等于开方 20的二次加10的二次 这里是变了 500开方 不需要化简 因为它不是 Final Answer 当然你知道500开方 其实可以变成 这个位置 不必要做 亦都不需要做 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但其实它可以这样做的 100乘5 是不是可以变成开方100 乘开方5 即是它是10开方5 OK 可以这样做 但是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它不是Final Answer 我建议你从一切重选 就可以了 即它是这么多就这么多 最后第三个三明 现场一个ABOYDOT 好了我们要计的 其实是这个角 这个角 我们三条编织 那你就有 18的二次 等于 开方 500的二次 加去 25二次 减去 2乘25 乘开方500 那你运算完结 cos 角 A.BOY 那 而一二项就变成了cos 角 A.BOY 就等于这个是500 加去 这样 25的二次 减去18的二次 除 2乘25 乘开方500 那你运算完毕呢 各个 A.BOY 这样就按一按 就变成 44 2 最后写conclusion the angle 抄的 就应该是 a. and 这个BOY 就等于 44.2 这里就是先画了幅图 幅图其实你画的次序和你真正运算次序不同 你画的次序是这样 1 2 3 但是你真正计算的次序呢 其实是 1 2 3 通常第一幅画的幅图 都是最后才要处理的题目 这个呢就是 在这里 示范一个例子 如何去处理这一类的例子 我可以处理好 好了 做主意的事 我们建议 或者是 来本来的